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前方特别节目中国榜样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刚刚在巴黎奥运会夺得女子单人十米跳台金银牌的全红蝉陈宇希 此前她们在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上也同样拿到了冠军 欢迎小红 欢迎乐乐 大家好 我是全红蝉85 因为我感觉动作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吧 那么大就是吧 因为就是比赛前状态不是特别好 然后包括前面几场都比较紧 我能在最后一场前其实有给自己定制一些小目标 其实我在最后一场比赛也完成了 所以我觉得我做到了赛前的预期吧 那你的小目标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 那小红呢 你的这个分数主要是扣在哪里了呀 扣在动作上吧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这次其实也是你们两个一起去同时挑战单人和双人的这么样一个过程 那如果说是分开来看的话 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 或者是这两个项目里面哪些是可圈可点 自己觉得特别满意的地方呢 我比较满意的最大收获也是我最满意的地方吗 短暂时间的这种心态变化是指什么呀 就是我能从双人预赛半决赛的紧张 整个人放不开到 其实通过一晚上的调整到决赛 我真的能去放开去拼 我觉得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吧 小红呢 觉得自己在单人和双人那一场 让你觉得自己做得最满意的地方 觉得最满意的地方 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紧张的吧 之前很紧张吗 之前比赛的时候会很紧张 但是这次比赛我觉得比较放松吧 没那么紧张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不知道 在这个冬将运会之后 你们两个其实都经历了一些 比较大的一些成长和也有一些坎 那你们两个怎么回顾自己的 这个这三年的这些过程呢 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呢 我觉得整个三年里面 发生的每件事情 其实都挺印象深刻的 这三年一步一步走 然后也是付出了很多吧 我觉得 就是包括 无论是从动作技术上面啊 包括一些心理上的变化调整啊 这些都是有在变化 其实要不断去跟自己磨合 跟自己和谐的吧 你们两个其实可能都会经历一些 生长发育观等等 以前可以做到的动作 或者是可以完成的质量 但是现在可能对于你们来说 有一些难度的话 会不会在心理上面有一些落差感呢 会有一些就是焦虑啊 包括会产生一些 就是觉得 哎呀我为什么就是做不到 我好像就 会不会我再也做不到 就会产生这种想法 但是其实更多时候 当你真的出现这种想法的时候 确实需要一个良好心态 就去与自己和解嘛 会不会跟朋友啊 教练啊之类的去聊这种事呢 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属于喜欢自我消化了 不太会聊 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一般会选择怎么办呢 找人聊天明 我觉得无论是你说第一第二 其实我觉得 我的最后场能跳出自己的水平 我非常为自己感到开心嘛 然后另外也是觉得 就是这三年的付出嘛 然后包括一些在 就是比完赛后的一种释放 你觉得这三年过来 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呀 都要感谢吧 领队教练 扶持人员 都要去感谢 好感谢他们 他们也很辛苦 你自己 想要对当时遇到困难的自己 说一句话的话 是什么呢 想说什么呢 你真牛啊 你能坚持到现在 真狠啊 为什么 为什么想说这句话 因为念的时候 真的很怀疑自己吧 然后就总觉得 这动作是不是就 已经是这样 就提升不上去了吧 也是 然后就觉得 要不就这样吧 反正也改不了了 那个时候 就感觉就要改不了了 就很难吧 我觉得 最后改好了 最后也靠我的意思 也就那样呢 能好一点点吧 其实冬季奥运会的话 你是16岁参加的 那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和现在参加奥运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确实挺大不一样的 因为第一次确实 对奥运会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概念 好像 其实我知道这是奥运会 但是就是觉得 那是奥运会又怎么样呢 就是这种感觉 再到这次 确实对奥运会 包括 经济体育精神啊 各方面都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这次其实会有一些紧张 会有一些放不开 但是我觉得到最后担任决赛的时候 我觉得我能去克服自己的这种心理去放开 所以我前面也一直在说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这次比赛最满意的地方 东京的时候 其实你是第一次出国 14岁 是的 当时没什么心情吧 就比较开心吧 因为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出国吧 然后也是第一次比大赛吧 就也很兴奋吧 我觉得 那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那个榴链把我抱起来 这次你主动 好像你瞬间就长大了 就是让我们外界觉得 上一次的你跟现在的你 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你自己怎么觉得呢 至少面对镜头没那么害怕 你以前面对镜头会害怕吗 会害怕它什么样 就害怕说出话 就不想让它对着我 那现在呢 现在 现在也不害怕了 可能 积累太多了吧 其实东京奥运会之后 其实大家外界全民关注的一个 特别重点的一对 这个跳水的双子星了 那大家的这种关注 对于你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因为我出去就被别人认出来 然后就一直说拍照 因为我出去也只想干这些事情 也不想这么多关注 你觉得更希望能够享受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成名之后 自由的生活 嗯 想要去做什么呢 都想做吧 没尝试的 都想尝试 我想去玩蹦击 我想去玩跳伤 各种各样的 极限挑战 我都想玩 那我听说跳水好像还有那个高台跳水 那也不行 那没有保护的东西 我害怕 乐乐 你向往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 我向往的生活 自由 然后 我能去做一切 我想做的 你是想做什么事情的 我有太多想做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 对于我来说 就生活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时刻 都有它 特殊的意义吧 我觉得 所以去 过好自己的每一分钟 每一刻 体验生活 比如说 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是有没有考虑过 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 断肥牛奶 人家饭做好 饭做好 然后什么都掰好 然后吃饱喝煮 然后出去玩 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吗 照顾不了一点 乐乐呢 希望能 每天 无业无虑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每一天 那你现在最忧虑的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也还好吧 就是 就 希望自己能 过得更加 开心快乐一点 有没有烦恼呢 会有一些成长的烦恼吗 烦恼 烦恼就是技术 是吗 对 我的烦恼源于跳水可能 但是快乐也是源于跳水 就是 确实 痛并快乐 你们怎么看待自己 是被穿为这种 跳水双子星的 我觉得 其实我们俩 作为 中国跳水女子 十米台 这个项目的双保险 一直 去 帮助国家 去未免 这块金牌 我觉得 特别的 容赏 特别自豪 小红怎么看 大家经常会称呼 你们为这个 跳水双子星呢 你喜欢这个称呼吗 我也不知道 喜欢还是不喜欢 那你更希望大家 怎么看待你们两个 以正常人看待吧 想跟 就是跟 见到朋友那样子 打打招呼 不是一见他们 哇 那个谁 他是谁 谁 就是这样 我不喜欢 对对对 赶紧来赶紧来 快去想签个名 什么的 我不喜欢这样 我特别好奇 你们两个眼中的 自己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可能自己 比较内向 可能有些时候 没那么 爱说话 然后 包括 脾气不是那么好 我脾气也不是很好 为什么会觉得 自己脾气不好 会发脾气是吗 有的时候会着急 暴躁 可暴躁了 但有一些确实 就是可能 竞技体育确实 需要一定的 这种 暴脾气 就是他在 某些方面 其实是会 对 自身的 这种 经济水平 会产生一些优势 因为你太平了 你可能对什么 与世无争的那种 反而 不适合练 进去体育 那小红呢 我比较外向 我 我更喜欢开朗 就 觉得 我很爱笑 我觉得 要是我感觉 我自己 一个人呆着的话 不讲话的话 会想的比较多吧 说到这儿 我爱甩脸 我从 我从 进管队 第一天 就被说 陈雨昕 你老拉着个脸 他懂得吗 好一点 但 但其实 我就 长这样 有的时候 在想事情的时候 是很难 去保持一张 笑脸 迎人的呀 其实就是 我 可能之前一直 训练态度的 一个问题 说是说我 拉脸 其实更多的 就是 反映出来 是我训练的 一个状态 包括这个态度 我并不 在训练上面 注意力都在 训练上面 注意力在 训练上面 但是其实可能 心可能会 有些散啊 包括 我 对 可能有些对 自己跳的 不太满意的时候 不太能 很好控制 自己的情绪 是吧 现在好点 这也是成长的 一部分呀 对 那小红呢 我跳不好的时候 我会骂街 我会回去骂街 那 为什么呀 因为我要发现 发现一下自己啊 嗯 憋得多难受啊 是一次 两次 三次 那样子 跳不好的时候 会 一次跳不好 我就会 就一天 一天 就下来 没跳好的话 就回去 就会 跟别人 发现一下 吐槽一下 你一般怎么吐槽 是吐槽自己呢 还是吐槽外部的这种 从内到外 走过一拉罐 都要踩一脚 路过的狗 狗对 骂两句 你们两个特别像 两条经纬相名的这种 经纬线 就是可能 他比较 某一些 他 比较爱学习 然后很内向 比较喜欢一个人待着吧 然后 也 也不是很爱说话 他 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 真的完全相反 就跟 金银剑一样一条 和那条数的 但是他有无数个交叉点 就是我们 也有很多 就比如说 我们俩要一起配双人 我们要一起去磨合 包括我们也会 同时的去 对同一件事情 产生一样的反应 会这样 就是 类似于 就在训练中 可能 他跳跑 我也跳跑 我跳跑 他也跳跑 就是 就经常这样 这么有默契的吗 教练会不会怀疑 你们两个商量好的呀 两人 一起一起 黄金一趴 怎么干学历 下去的时候 没跳好 怎么帮 然后一看就像 你没有 你也不跳 你也不跳 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说 你俩同步挺好的 一起这么这样 那会儿是不是 教练也挺崩溃的 你教练 嗯 好 都笑了 都笑了 人在无语的时候 会笑一下 人在无语的时候 总会 有那么一点无语 对于未来的 跳水事业发展呢 和个人发展呢 目前还没有 过于长远的打算 但是 因为一方面是读书嘛 然后一方面训练 就是也希望 能兼顾着 往前走 但是还没有 过细和过多的打算 一步 一步一步来吧 那你呢 对于自己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 跳水 希望取得一个 什么样的目标呢 有没有别的目标 想要去实现 现在吗 现在还没有 以后再打算 有没有 聊了这么多比赛 我们聊聊赛场外的事儿 嗯 那 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你们两个走上了 职业跳水的 怎么样一个道路呢 其实我的 之前比较的凑巧 因为 我从小练体操嘛 然后后来也是 发现可能体操的量 我吃不下 然后 就被跳水教练发现 然后被跳水教练 但是跳水 但是我其实一直很怕水 我不愿意练 我一点都不愿意练 也是 我的 跳水的启蒙教练 也是 一点一点 去 呵护我的成长吧 就是在 这条路上 并没有说 给我过多的 心理负担呀 各方面 就是 能让我 呃 一步一步去适应 去适应 就从怕水到不怕水 再到 呃 一点点开始 跳 就是这个过程 也是 付出了很多 那你回过头来看 想要对当时 刚刚 进入到 跳水队的 自己 说一些什么的 非常 感谢 就是当时 这么害怕 都依然 能去坚持下来了 那 小红呢 你当时为什么会 参与到这个职业跳水的 这个道路上面来呢 突然也是那个 四队的教练突然过来选材吧 然后突然看着我了 然后 然后 那个老师骗我说 什么都不用带 然后 我真的什么都没带 我又带了一个枕头 然后去那边当晚 还是跟别人睡的 真的什么都没带 然后 还没到 我妈说 周六来接我 然后还没到周六 我就 我就特别想回去了 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 也不知道怎么会睡 就感觉已经 怎么 我以为我妈不要我了 因为我感觉在那里待了好多天 其实 一个星期都没到 第一次 跳水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我想说先学着游泳 因为我还不会游泳 学了 学了一会儿 学了 几个星期游泳之后 才慢慢跳的 跳的 冰棍 四五六七八九十个游泳教练 没把我游泳教会 我先是学狗爬 狗爬 最后被跳水教练一脚踹石的理会了 小时候 制作游泳教练 就是 我 因为我妈不会游泳嘛 我妈就想我学会 然后呢 我妈 我妈就开始 从小就找游泳教练教我游泳 换了无数个教练了 没把我教会 谁教都没有用 就是不会 学了 你还怕水吧 我就是怕 就是我也怕水 然后呢 反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学不会 当然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就是学不会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 全中国的铁尔教练 好像都是这么教育我 是吗 我电视先是狗爬 我也不知道他们都下水玩 我也想下水玩 先是狗爬 然后慢慢在挖游 那可是你能浮起来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觉得 因为后面有个有个版的那个泡沫 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嗯 两个月三个月前 三个月 他游蝶泳 游到 我觉得就是当时还是有救生人一定会下水救他的成本 为什么我游了 我感觉我游的非常自信啊 因为我感觉游了游了快淹 他们感觉我游了游快淹死了 你这不是自游泳吗 他游蝶泳 我游蝶泳 我游这个 谁家蝶泳头朝下游啊 我觉得挺自信的啊 那时候我还在这边做 我都 我有视频 都会给你看 谢谢 你看看他的蝶泳真的就是 但凡有 有救生员觉得要踢去救他的那种状态 我游 我那个自由游 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会游泳的人 是歪的 我游自由游是歪着游的 我本是这样的 游游游的东西这样这样游了 掉了头回来 对 不知道我游游的穿了 我起来的时候 那么满个月 我这 那么游泳满去了 那你们应该出门找游泳队 去游泳馆去看一看 让张允飞他们催导 他们指导一下 不用指导 我觉得 直接跟他们PK 啪啪啪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不一定是指导的来的 我明明做得很好啊 这后背摆啊 真的摆 你要把针状在那边 可能你们这个状态 也就跟我们觉得 我们去跳水一样 我们跳水觉得 我跳下去了 还感觉挺好 结果噗通一下 一个大水花出来了 跳水怎么能把那水花 压得那么小呢 好问题 真的 我觉得我扔块石头下去 它都能 蹦的一下 建起来特别大一片水花 就是 一种技术 但是至于这种技术从 它其实也不是个秘密 但是它说不上来 就是练 真的就是一直练 然后跳到某一天突然开窍了 你就会压水花 就真的就是这样 很神奇 天哪 我觉得是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反正我记得我第一次上 起米台的时候 站在那里站了好久都没跳下去 一直站 站在我腿都直了 还在那里站 都不敢跳 太恐怖了我觉得 然后就没敢跳下去 最后将来让我下来了 那次吓死我了 因为我五米没跳好 然后把我罚去七米跳 没跳下来 省了一件训练课 特别是就是你久了不上十米之后 我觉得你们历还是这么会恐怖吗 你感觉你们跳了成百上千次 十百个高度在这 它就是一个令人恐惧的高度 没有办法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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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乎就是人类的本性吧 我觉得我站上去的时候 就完全不敢靠近那个边缘 我离它横不得三五米 我就开始腿软 接下来的问题来自网友 网友问全红禅和陈雨昕 分别用一个词去形容对方 会用什么词 用一个词形容我 我形容你 一个词 这是个表情包 此处无声声有声 看了懂了都得懂 日常是怎么称呼彼此的 小红 月姐 我修红 小红 有时候你实在叫 叫不叫 陈雨昕 或者是修红 修红 小红 小红 重传 干嘛 干嘛 怎么突然叫我大名 我害怕 突然叫我大名了 叫大名 永远是反应最快乐 对 如果对方不开心了 会怎么哄对方呢 你开心点 开心点 想骂就骂吧 没关系 都骂出来 会递个小零食 或者是干嘛的 女生之间 递小零食 犯错 控体重 控体重 小鸣 我对他 他要不开心 我给他小鸣 下一个不开心就是我 下一个不息息的就是他了 所以你们两个现在还是需要特别严格的去控制保持体重的 比完就不用了 看我匀了吗 除了训练 你们平时还会在一起做什么呢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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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的话有时候再一个五有时候不再一个五 你们觉得对方身上最值得自己学习的点是什么 心态好 可以说他有一个什么可以说以外是什么爱爱学英语的 你别我我求你了事先声明一下我其实不是爱学就是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任务我得学 英语是真挺好的 我英语也不好 谢谢 只是可能他爱我所以觉得我英语好 为什么会觉得他那个这个点特别值得你学习 因为别人国外的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不会 直接早上天才再讲一遍 给我翻译一下 看到你的书包上挂满了娃娃那这次来巴黎之后有没有添一些比较新的这种心头好呀 呃有添了一个这个这个他叫什么 对对对 添一个小挂剑他的 你现在最喜欢的是不是就是他了 不是 最喜欢的还是小乌龟 是的 来形容这一次巴黎奥运会的感受是什么呢 巴黎奥运会的感受 呃 还可以 在奥运会项目中除了跳水哪个项目你最想尝试一下 就想尝试一下 我想 呃 还没想好 你都不想尝试 所有这个项目当中你最不敢尝试的是什么项目 体操蹦床 比赛前呃 你一直在控体重 现在比赛完了有没有特别想吃的家乡菜 就想吃可以吗 网友为官你在呃 巴黎奥运会期间拆着乌龟盲盒 我说听说他会发夜观 我买回来看看怎么个事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乌龟呢 他特别可爱吧也是我觉得 然后有时候也臭臭的 然后呃 感觉看样子有点傻傻的 然后反正我就很喜欢嘛 不知道为什么 就看他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他 呆呆的 网友问陈雨昕 如果给你放一天假 你会想怎么过 吃了睡睡了吃 那如果不做运动员 你最想做的实业是什么呢 医生 为什么想做医生呢 因为我小时候 打针 被医生打哭了 我历史要把别人打哭 最喜欢的颜色是哪 金色和紫色 最喜欢晴天还是雨天 晴天 如果有时间去旅游 最想去哪 四川 喜欢的菜系 穿菜 喜欢养猫还是养狗 猫 喜欢长发还是短发 长发 最喜欢的放松方式 呃 听歌 最后请你们二位 用一个自己的特色动作 为全民健身 助助力加加油好吗 全民健身 动起来 二位 二位 三位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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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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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没有了 是吗 做了 是吗 第二位 由 罗 罗 哈哈哈 哈哈 你小子 我有點髒啊